因为我要把目录放在文件的最前面 所以第一件事情 当然是回到最前面 这边跳得有点快 当然我们有没有一个更快的方法 就是Ctrl加Home 它可以回到文件的最前面 然后接下来呢 记得做一件事情 现在游标在最前面 稍微注意一下 提醒一下各位 标题1它会从新的一页开始 所以等一下当我按了一个 在这个标题1段落的最前面这边 我按了一下Inter键 它是不是会在前面增加出一个段落 那下面这个标题1 它就会跳到下一页去 因为这边它是标题 标题它都是要从新的一页开始 当我点了一下Inter之后 我们来看看目录如何制作 点选参考资料 目录 然后接下来 点选什么 自定目录 点好自定目录之后 直接按确定 好 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成功简报关键篇 然后其他下面的一些是标题文字内容 这就是目录 那各位一定很好奇说 刚刚不是已经做过了一次说 标题1它应该从新的一页开始 这边为什么没有 那是因为刚刚做汇入 汇入其他文件的样式 那那一份文件没有去设定标题1 为从新的一页开始 比如现在这样子一个标题1 它是接在目录的后面 所以它在第二页出现 可是我们知道每一个标题 都应该在新的一页开始 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是点选常用底下的标题1 而且用花束右键点它 这边有一个修改 然后接下来针对段落的格式 所以点选格式里面的段落 然后分页记得勾 段落前分页确定 这样子的话 每一个标题1 它都会在新的一页开始 那稍微注意一下 那标题2 它不需要有这项功能 所以把标题2的自动更新打勾 然后格式段落 然后分页这部分 把段落前分页关掉确定 好那我们现在来简单的检视一下 针对标题1 它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新的一页 标题2呢 它也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那当然每一个标题 它都是从新的一页开始 那我们的目录相对就要变更了 举例来说 第一个标题1 它应该是从第几页开始呢 我们稍微缩小来看一下 第一个标题1 它应该是从第三页开始 那这边的一个页码怎么样去做一个更新呢 标标落在任何一个地方 就算不是落在目录也没关系 点选参考资料底下的更新目录 更新目录就在目录的旁边 请记住这一个观念哦 然后接下来在更新目录这边 我建议我们只要点选更新整个目录 包含标题文字内容啊 包含页码的部分 这边都可以直接做更新 确定 您看在这个地方 我们第一个标题1的页码就变更了 是从第三页开始 这就是更新目录的说明 感谢观看